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香港出現了9宗個案 其中8宗都涉及到外遊記錄 再一次告訴大家 根本上在現在這個非常時期 還走到外國旅遊 這些全部都是自私行為 是會累幾類人的 不是說去外國旅遊就一定會有事 但是現在目前香港有事的 絕大部分都是牽涉到外遊的 所以這件事大家就要再三警醒了 如果在未來這一兩個月 你是報了旅行團的 或者自己買了機票和訂了酒店的 請你馬上退訂 無謂人頭搏戶頭 你自己去開心 回來全世界一起陪你擔心 至於另外一個本地個案 他其實是一名的的士司機 曾經接載過第143號的個案 這個可以說是無妄之災 第143號個案是一名35歲的男人 曾經跟女朋友到過北海道滑雪 上星期三就搭乘國泰的航班 從大阪回香港 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些女客多麼自私自利 明知北海道是出現了一個什麼狀況 還要走過去滑雪 貪得意貪過癮 然後就可以去到這個滑雪場 打卡 放上Facebook 放上Instagram 你這些人是 剛剛滑雪 這麼多地方 你不要走去北海道滑雪 你是明知那裡有什麼狀況 你是堅持要去 不要日後就多借口 又說一早請假了 一早訂好機票 訂好酒店 全部都是blue shit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自己想去 如果你是不想去的話 就算旅行社就算航空公司是不退錢給你 你也不會去 這些人就是自私自利 我就呼籲大家在這一段的非常時期 如果再上社交平台 Facebook、Instagram 看到有些人還去外遊打卡自拍 麻煩你通知他所屬的社區 等那些街坊有所防備 監督著他等他回來以後 就去自行閉關十四天 不要到處走 非常之高危 有些人還會去外遊 因為他覺得有一種虛榮感 你這幫香港人在困住自己 我就去外國那裡逍遙快活 沒那麼容易有東西 哪會輪得到我 這些人就是抱持著僥倖的心態 故此我就呼籲大家看到這些人 還打卡的 還在拍照 還在自拍的 通知他所屬社區 還有特區政府 麻煩你公佈大廈名單的時候 十四天閉關 自我閉關的大廈名單 不要只有建築物的名字 哪一個樓層哪一個單位 你只是給建築物的名字 有時候有建築物 今天又有 然後隔兩天又有 你令到住客 會非常擔心 他們不知道哪一個單位 這些其實不牽涉到私隱 你說他哪一個單位 沒有叫你說他的名字 你也要公佈詳細地址 你只有那座建築物的名字 其實只有建築物的名字 沒有意義 你公佈名單 只有大廈 大哥 一座公屋 三十多層 那麼多個住戶 二千多有 誰才可以的 是不是 你整份名單出來 只有大廈名稱 有鬼用 弄來托 是不是 不是 你說要提高住戶的警覺性 住戶的警覺性 提高就當然了 大把人每天都檢查一下 那個名單有沒有上榜 自己住的那間大廈 但是你起碼要公佈那個人 那個樓層才行 你起碼要洗到那個樓層的住戶 進一步再提升那個警覺性 就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模模糊糊 你想怎樣 只是一個大廈名 這些東西完全沒有作用 另外說一下我們本地的情況 西貢已經連續幾個星期日 就是人山人海 那些人一點也沒有怕 整個西貢碼頭和海旁擺滿了攤檔 非常熱鬧 附近的餐廳和酒樓 就更加是全場爆滿了 有人還說 以為自己還去了旺角 那為什麼明知這裡那麼多人 還要去呢 是不是留在本地就不怕呢 你怎麼知道你坐你隔壁那個 光顧同一間餐廳和一間酒樓的人 你誰知道他昨晚不是剛剛下飛機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剛剛在歐洲和日本回來 不會在他的額頭那裡躲著 如果是的話怎麼辦 怎麼辦呢 這些東西是不能回頭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輕心 在最近這兩三個星期 部分人的戒備心態 已經完全鬆懈了 稍為一旦去到市郊少少的地方 馬上就不設房 這些當然就是不適當的行為 除了說西貢以外 原來旺角還有些火鍋放題的店鋪 也是門庭藥市 全場爆滿 直到晚上的九點鐘 仍然在門外是有人排隊的 這些食客到底是想些什麼呢 他們就說 你平日說話 聊天都會有事 吃火鍋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很久沒有跟朋友見面 所以就出來聚餐 都認識了那麼多年 要糟糕就一起糟糕 另外有人就說 也要出去吃東西的 同一座大廈有那麼多人住 也不可能害怕那麼多 這些人完全 把戒備心態放下了 覺得沒事 你沒事你的朋友沒事 你保證不到全場的人沒事 這就是個問題 為什麼大家要外出吃飯的時候 我都不斷提倡 你最好打包 最好外賣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要控制到你自己 你甚至乎是很相信你的朋友 也能控制到他自己 但是你怎麼能夠相信 同場光顧的其他陌生食客呢 你鬼知道他昨晚不是剛剛下機 在歐洲回來 所以這些人就完全把其他人的勸告 拋諸腦後 阿一美就要出去聚餐 說明要增加社交距離 你全場爆滿 怎樣增加社交距離 不是在於你去打邊爐 甚至乎你去喝茶 去吃飯 去什麼都不適合 在這段時期 是不是 那麼多人聚集在一起 就不適合 除非你那間餐廳 只有你一台人 是不是 你還要很信任你的朋友 全部是沒事的 否則 你就不應該去 這段時期聚餐得 你累你自己 不要緊 除非你自己一個住 你有家人 是不是 你有你的街坊 街里 是不是 萬一你有起什麼事上來的時候 如果是樓上或樓下 又有街坊 是有事的 你就令到很多人 無辜受害 就要進入中心 睡14晚 人家不用上班 你貼錢給人 所以這些人 就是很無賴 告訴你 你在佔其他 緊守崗位的人的便宜 這些人應該受到斥責才對 然後就想說一下 女法局 這檔也是無厘頭的 他們說全球處於非常時期 暫時不適宜到海外宣傳 於是他們計劃先幫助業界 捱過難關 今年 女法局獲批出3億2900萬的常規撥款 以及 7.9億元的額外撥款 總共有11億2000萬 他們打算撥出4億元去支援業界 這個女法局總幹事 呈鼎一就說 今次會有較多直接的撥款資助 包括鼓勵零售和餐飲業界 搞減價促銷活動 並且由該局撥款資助 希望可以幫到業界吸引更多客戶 而一般市民也可以受惠 增加消費 這些就是傻了 你不是跟整體的政策背道而馳 你幫業界就是說要減價了要促銷了 你是不是鼓勵市民變成要外出消費呀 拜託你女法局就專注搞在旅遊發展方面 既然特區政府撥了錢給你 你用不完的話 就不用大花童 強行開一些項目出來 就要花錢 告訴你 幫什麼零售業界 飲食業界 拍烏鷹就當然了 你幫了多少 沒有旅客沒有自由行 當然會有些是撿的 你就有得去撿 你幫了多少 要不你就搞失業援助金 你就不要在這裡搞這些事情 跟整體方向背道而馳 不斷來增加人流 不斷來增加聚集 請問你有什麼據心呢 這些是不是好心做壞事呀 用一下腦行不行呀 怎麼做這些行為呀 直接資助真是不知所為的 你直接資助又不是資助那些老闆 資助那些員工好過了 渡過難關 你資助那些老闆 真是把托 這些人 大佬撥11億給你 你就亂花錢 你留那些錢 遲些 沒事的時候 太平盛世 你就再去其他新興的市場 吸客 是不是呀 你現在搞這些幹什麼 你幫了多少請問 但是你搞這些所謂的速銷活動 香港有班人 當然貪少便宜 有便宜就不用洗頸 到時肯定是去排隊的嘛 那你怎樣做防控工作呀 請問 你搞這些事之前有沒有諮詢過 袁國勇串街有沒有諮詢過何柏良總監呀 發你的溫真是 以為呂法國就糟糕了 有幾億元都拿出來拚了 收檔呀 真的 搞這些什麼的政策呢 你跟大方向是背道而馳 就算要搞呀 你也等到留下天 哎呀真是沒事的時候 你才搞啦 不是現在來去想啦 想得多多呀 想壞個死人佬啦 是不是呀 就算在2003年的時候 當時發展本地旅遊呀 或者是要再扶持這些零售業飲食業呀 都是說到六月七月到尾聲的時候才做啦 現在尾聲了嗎 現在才剛剛聚幕呀 開始 殺岸 這些人真是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